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跟林女士来做这期录播节目 她有一个法广消息称呢 就是中共的驻美大使在媒体上发表这个 说就是美加关税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她想表达的是说对于这个影响最更重的是美国消费者啊 但是对于这个中共来讲还是 她的意思是她们可以承受 你这种事情搞得这个两败俱伤呢 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无人获利 然后顺便还拉了一个一些 比如说港商什么之类的 发表一些这种观点就是说她们所谓的已经具备应对经验 但是我看了一眼她所谓的应对经验 那当然也是把这个产业或者产地转到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然后我们看到最近中共在这个比如说南美啊 还有昨天这个录到节目里面讨论的这个分布非常直接的 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种关税的这样的这个加征 我是想说就是这里边有一问题 说中共到底对于这个加税这个事情对它影响几何 它到底是不是很怕这个事 我相信他当他当然还是很怕为什么呢 就是说虽然你最终就是直接的影响是说 这个东西谁买谁买单吗 对吧 税家这个税是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这个消费者身上拿出来的 而不光是消费者 哎呦一些土壁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原料啊 一些一些这个是生产资料啊 这种这样的东西 它都是谁用谁掏钱 但是呢对于中共来说 它的这个就是恐惧的程度可见一斑 因为它已经想尽了办法去绕过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关税的这种限制 就说白了 它对出口这个货利这块 它是完全是没可能放弃 因为中共在前一段时间 大概只有两三年时间 在鼓吹所谓的这个内循环 就从川普第一届任期开始 就是有对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性进行讨论 或者也有有一系列举措 虽然没有特别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中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说白了 它非常清楚自己在这个这个贸易当中 它是实质的获利一方 所以说你不管这个单谁来买产生产生没产生 这个对于这个比如说美国市场 美国消费者产生的这些影响 其实都不会有对中共产生的影响那么大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美国它最重要的对于美国的美国利益来讲 它其实是要这个稳固保守它这个美元整个的这个全球贸易体系 但是它为什么在这是它的这个目标啊 但是你想这些关税措施一定程度跟这个目标是相反的 对吧 它确实会对美国的这个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 那它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就是发现了这里边孰情孰重 就是我在任由你对这种这种贸易或者商品和供应链武器化 实际上是摧毁我整个的这个体系稳定 或者说体系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它即便是有代价 它也要这么做 这是我觉得这个能看能看出来的啊 就是说它顶着比如说现在这种通胀啊 国内通胀和这个这个债务压力 它依旧要做这件事 我相信它一定是做过评估 就是孰清孰重 因为就是我如果不把你缴械的话 你让任由你在这个这个这个在我这个体系之内自由发挥 那肯定对我来带来的这个危害就是更严重 或者更这个时间越晚越无法收拾这种状态 所以说这个中国中共大使在这这种这种表达 我相信他一定不可能对于美国的这个这种 既定政策起到什么样的目的 因为如果他们人家经过评估 他不应该去干这个事 他压根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些表示 因为分母的那一那一系列 就是昨天节目当中提到那个事 他不是用来威胁你 他是他是他是实打实的就就要把这些东西加上 当然了那个里边掺杂了比如说芬太尼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这个一部分和贸易不直接相关的这个造成更更大危害的这样的内容 但是呢这个对于中共来讲实际上就是怎么去解决中共这个所有问题的根源 就是缴械咱们之前我也表达过这种观点 就是人民币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一个武器 但是人民币那靠什么支撑 那就靠中共的这种全球供应链和这个生产制造来支撑 对吧 所以说你去去打击他的这个贸易的这种自由程度 或者说他出货的程度 不管他怎么绕 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成本的增加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绕到东南亚 或者是说绕到绕到南美 你必然会这个就是首先你绕绕路的那些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获利 说白了这个成本也是你付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美国并没有丢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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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材量 或者说这个判断的这个权利 像昨天那个川普表达那个事情 虽然当时还没有上任啊 只是说那我一旦上任我一下 我直接就把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你别觉得你是墨西哥 或者你是加拿大 我就不能干这事 说白了 就是这话其实就是对中共讲的 你别以为那洞放在那 你就一定可以钻 我洞也都给堵了 所以说这个对于中共来讲 是一件釜底抽薪的事 你看他现在云淡风轻的说这个 不好吧 那这个这个这个两百俱伤啊 什么志哥纳哥 那那你说美国这边他知不知道 这件事情当中的代价 他肯定是清楚的 但是我我相信人家是评估之后觉得 他可以承受这样的代价 而或者是说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 把遏制住这个中共的这种 这种在体系内去行风作浪 或者说这个吸血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工具 我是这么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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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角 我不知道林女士您是您的观点 对就是像秦荣市有大概提到的一个部分 就是很多人也都是这么样子的认为说 为什么川普总统他在还没有上任 但是他的这种加关税的这种贸易战的态势 其实表达出来的这么明显 其实让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在 电量怎么样来面对这川普四年的 可能所引发的各种 大概经济啊贸易战等等 但是其实更知道就是川普 他们行政团队这种打法的 其实会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就是说川普他的这种贸易战 他其实虽然刚就是刚开头 好像是针对说所谓加拿大 就是跟墨西哥他们自己本身 美墨家的贸易协定的这两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国家 他虽然这样讲 但是他们实际的商品 你去科争的商品 或者是这个内容 其实是还是可以谈的 因为他只是先刚开始 的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表达 然后再看国际市场上的反应 那再来就是说 川普他对于这个所谓中共国 他必须还要被征收10% 其实这个也都是为了要去 真正的解决芬太尼 这么严重的伤害美国这个事件 所以他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 如果说他们能够一起共同 来清除跟围堵中共的这一些 分泰尼的毒品或者是 像分泰尼这一类的包括像冰毒 各种海洛因的这种毒品 都可以协助美国来去防毒的话 在墨加这个成分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很大的立即谈判的空间的 而反而是在中共的层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他对于中共的这种关税战 其实是会层层加码 而且是各个不同商品 比如说电动车就是有电动车 可能加到200%关税的可能性 或者是其他的商品 有可能是100%关税的商品 所以他是不同的类别 然后去做不同的出招的 更何况他今天对于一个新的部长的任命 那这个专门是打国际贸易的 这一个专场的这个律师 来做国际贸易方面的这种主导角色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会让川普的阵营 对于打这种像中共这种这么狡猾的 然后知道在哪一个国家去习产地 然后经过二手三手再转 然后从不同的港口再转 然后让你不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商品 我觉得这种方式 其实美国他们是非常有经验 而且是会看在眼里的 因为一个国家 它的进口的材料 或者是它集成的这些零部件 所建构的商品 其实都是有进出口单据的 那尤其像美国在高科技的层面 它的这种大数据的收集的能力这么强 你如果说让它查出来 就是你这个国家是在帮中共 吸产地或者是帮中共逃脱美国 在关税贸易上面的制裁的话 那么这种严重打这个惩罚的程度 我觉得是不比对于中共的这种惩罚的 所以很多国家它会去电量 就像我们前两天讲的这个 为什么打击俄罗斯的SPFS的这个系统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一出手 很多国家都要赶紧配合 赶紧切断跟俄罗斯在银行体系的往来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去领教到欧盟 在SPFS的这种制裁的系统 而且欧盟它已经经过了14次的 这种对俄罗斯的惩罚的关税惩罚 然后对于俄罗斯的各种不同的 这种产品的惩罚 他们要怎么样去设计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只有美国单方面 在设计如何应对中俄朝义这些邪恶周星国 他们在或者是连接南南国家 这一些的这种在贸易方面 在专控制或者是想要 另立一个金钱交易体系 所以在这个层面 我觉得美国跟欧盟这一些国家 还有亚洲自由联盟体系的国家的连接 其实都会让中俄朝义 其实是更难去钻漏洞 而且是更 我觉得是很快就会被美国 他所设下的这个层层的这种关税贸易 就像路德社讲的 这个还不只是说跟中共脱钩锻炼 这么严重而已 而是天下为中的态势 也许会慢慢出来的 其中学先生 好的 是的 我觉得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怎么对待他这种回应 他说这个关税战无人获胜 这个这种非常前表的这种回应 举个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假如美国跟中共讲 你打病毒战没有人会赢的 那你说中共当然了 我是只是说假设啊 你说中共还会不会去干这事 他已经做了决定 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宏观上的两败俱伤 他要的就是我 你比我先死都是了 所以说关税这个事情上也是 他确实有损伤和代价 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那一定是这个 就是看到了这里边 就是再继续纵容你 或者说允许你这种 这种循环体系在在这持续的这种危害 还有就是说 那个 宽普的这个执政能力 就是他现在 毕竟还没上台嘛 等他上台之后 他所讲的这些这个这个方针也好 这个方式方法也好 他能推进的程度 咱们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比如说原本跟中共这条利益链里边 勾勒非常深的这些 这些这个贸易相关方案 他能给川普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 带来多大的阻力 咱们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这个点 就是说一看我看这个 长通无阻 这个另行禁止 这个关税说多少点就下来了 那这个之中就可见一斑 就说明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说明整个的这个 这个贸易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 这种就是遏制中共的这种 这个出口贸易 对于美国整个经济的这个权重 其实不大 美国有相当的力量可以承受 但如果是说 阻力重重 就是又变成了这个 推进不了 就像上一届任期 当然那个不是说关锐的事情 就是那 但实际上在美国这种政体之下 他其实是 不是说这里边对中共 一定是被中共渗透有多深 只是说他 实际的这种经济的影响 这些参与者 他一定会有阻力传到给这个 这个这个 执政的这一块 他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不管渗透游说 或者说 有一些这个 他们手中掌握的 没准有些筹码 所以说川普的这个 这个 手里这个贸易 作为非常有利的一件武器 能运用到什么程度 其实等他上任之后 咱们其实也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相信 如果让我预测的话 我觉得 这个是会比较有力 比较有力量 为什么 因为中共一直处在 以防的那个角色 别看他现在说的云淡风轻 你那意思 你别 别搞得你那也不好看 这个到时候这个通账物品涨价 说白了 人家是最终买单的那一方 是说了算的那一方 所以这个 这就是简单 目前对这种 这种强压的 这个川普表现出来 在贸易上的 非常强势的 这个 接下来会有的手段 去遏制或者围剿中共的 一个层面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看法 好 那这个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各位收听 感谢林内事分享 一会儿回来